由旺豹举办的两岸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在上海登场 而上海副市长赵文在致辞的时候也提到了服贸 已经举办四年的护台论坛 今年再度在上海举办又近于近来的服贸争议 今年特地以两岸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主题探讨 上海副市长赵文在致辞中指出 贸易自由化是让两岸之间更加的互利双赢 参与研讨的国发会处长詹方冠更致表说明 台湾企业70%以服务业为主 但国际竞争力不足因寻求与其他国家签署FTI持续发展 以韩国为例台湾已经稍显落后 相较于大陆台湾贸易更加自由化 上海推动的自贸区负面清单列表方式就是借鉴台湾 参与探讨的台商们认为台湾潜力无穷 应该更加勇于挑战 记者文明山高博焱上海采访不到